呀 又瘋了 MV2长不得像不像一棵圣诞树呢 是的 以圣诞树下个月就是圣诞节了 我们特别应景 搞了这棵像圣诞树的直播器 它直播啥呢 它有一击九个画面 将一个4K的全部画面分别分割各个人的特性 之后呢 再进行TAC 基本上是个EFP 收音呢 很牛 真的很不错 大概就是在两米的距离这个收音的区呢 静的效果非常好 再透过行动电源长时间供电给灯光 还有MV2 三轴稳定器 随时一把一拉 就离机作业 随时这么一把 就离机去你要去的地方 搭载了这个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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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意控制你要的拍摄的方向 还有可以随时Rune in Rune out 那个Rune in Rune out呢 还可以控速度的快慢 还可以Pen 也就是说呢 你要自己拍 利用遥控器可以自己找你的角度 那么MV2呢 就形成了今天这个范例 多机作业的一个可实现 目前地球上唯一一支 唯一一支 多机位的直播器 它同时是直播呢 也是录影机 它也可以直接录影 录啥呢 拍完之后直接把你录下来 录下来之后你可以做Delay Live 或者做上传YouTube或其他的动作 这就是它整个架构 这里 像陈英吉所讲 这里 撞到这里 这中间拿在手上 自己当导播 或者自己拍自己 都行 声音三收 三收 间播 曲 有了 你可以下面都不要 你只是单纯要直播 你就取上面跟下面这一节 结合之后下面收音的就不要 就全部交给MV2 那你如果能比较多 需要多收音 或比较精细的收音时 那就必须要加上运气 因此 进 可攻 退 可守 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好 那为什么加那么多手机呢 一支手机控MEMO 一支手机控什么 控直播回来的结果 这样子才能够达到及时 那间播顺便跟我们的网友的互动 以上的直播大致上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下 再来 这个三个收音的分配器呢 你可以在这边再加接收器 接收器 那有流流热靴放接收器 这里有流流热靴接收器 那这边再放一颗行动电源 我会有三个麦克风的接收位置器 让你放置 那还有一个行动电源让你放置 你放不够呢 上面还可以再放 你要加多少 就可以无限扣 扣到十个槽 二十个槽都可以 都很便宜的 这个价值 那这个 我们推荐这支MV2呢 这里缠线过不去 注意这个线 那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 基本上角度不会用到那么大 如果用到那么大 你麻烦那线就绕上来一点点 让它能够绕的距离更大 好 这一个东西呢 下午交集 那客人要这个东西做啥呢 他希望棚内直播 又要做到移动直播 又希望能够打灯 又希望能够三个来宾收音 这些都做到了 就一个小小的东西取代了好几个摄影师跟导播 灯光 收音全都让它给搞定了 你要直播 要录影 都OK的 好不好 MV2 圣诞树三轴稳定器 直播 录影 两相宜 那么最主要是工作上来讲 给你带来无比的便利 谢谢大家 谢谢